然后在这里的话 我们这节课是有录播的 就录播的话可以打卡接触 加梦梦老师获取我们这一个录播 像你听课的话 可能这一节课 你可能会听得懂 可能有些人就听不懂 听不懂的话 建议你们去要一下录播 因为根据阿宾浩斯的记忆取行的话 人的大脑对新事物遗忘是有规律的 像你如果忘了 你后面记不起来了怎么办 那么你有这个录播的话 你到时候就可以回顾一下 其他同学也没有画面吗 有画面的同学敲个一给我看一下好吧 有画面的同学敲个一给我看一下 这是关于这个基础书的话 我就不推荐了吧 因为您基础的同学 你可以问梦梦老师要一下这两本书 一本的话是适合彻底您基础的 然后还有一本的话 是适合稍微有一点点基础的 就是当当作你们录学的时候 就一开始啃书吧 虽然说啃书的一个效果不是很好 但是没有人带你系统的去视频教你去学的话 那么书的一个效果其实勉强可以接受 至少比你去百度要好很多 然后这节课我们看到我们课题的一个内容 我们是爬取喜马拉雅FM的一个音频 喜马拉雅上面的一个音频的话 其实是有非常多的 像这些音频 我们今天爬的话是爬取其中的一部分 我们以一个为例 等一下的话我们就以这一个为例 把这个爵士高手这个音频全部给爬取下来 在爬取之前我们先来分析一下这个页面 我们看一下这个页面的话 它总共有30页 意味着我等一下要把这30页全部给采集下来 我们可以先去听一下 听一下感觉一下 感受一下它这种音频怎么样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 头驼鸦 小头红 为您播讲 你快进去吧 他说话 不清楚有多少同学有这种听音频的一个习惯 像我有时候的话其实还是蛮喜欢听的 像在我们这种喜马拉雅或者是在其他平台 很多平台上的一些音频的话 只能在它平台上去进行一个播放 如果你有时候你离线的话 你想把它离线离线下来 有时候你没有网络 没有一些环境的时候 你也想看怎么办 你就可以把它给下载下来 但是我们官方这种渠道 它根本没有提供一个下载的一个地方 像这个地方你要下载一个喜马拉雅APP 然后把它下到里面去 如果你要用到其他地方 或者是把它转移 从手机复制到电脑 或者是从电脑复制另一台电脑 你就复制不了了 对吧 如果我们自己把它给下下来 就没有这种限制 甚至的话你可以拿出去卖钱 当然这个东西我们不推荐 这个的话其实已经属于我们的一个灰产了 其实以前有人这样干过 像以前那种音乐是付费的 之前见过一个人 他是爬那种付费的音乐 爬了大概三十八首吧 然后一手的话 一毛钱一手去卖的话 其实也卖了好多钱 卖了几十万 当然了那种我们不推荐 以及你实际操作起来 也会有一些麻烦 我们今天就以单纯的一个技术的技术者的一个角度来看一下 就如何把这些东西给下载下来 这么牛逼 其实牛逼的话 技术倒不牛逼 只不过他那种点子 就如果你想去赚钱的话 就比如说你一个爬虫 你想赚钱 其实爬虫的话 这种技术并不难 但是你想赚钱的话 其实也不难 主要是你有想法 有路子 以及把你的技术能够变现 你就能赚到钱 包括那种卖小电影的也是差不多 它有资源 它就能卖钱 这个地方我们不多讲 然后我们看到这一个东西 神经宇刷评论也可以 或者你是刷单也可以 像以前我也做过那种项目 就神经宇搭建一个刷单平台 去赚一些钱 就给别人专门去刷单 那种 课外的东西我们就不讲了 然后我们看到这一节课的一个内容 这节课我们要把这一个音频 给拍去下来 对吧 我们在这个页面上面 其实现在我们来看的话 就先分析一下 先分析一下页面之后 我们再去里面去采集那些数据 稍等一 我们先分析一下这个页面 然后去里面去采集数据 这个页面我们来分析一下 这个页面和我们普通的一个页面 不太一样 因为它下面是多了这一个东西 对吧 如果我们去直接请求网页的话 也能得到我们想要的 我们先不以Python的角度来看 我们先看一下 如何在 Chrome浏览器中 把这个音频给下载下来 我们点击一个检查之后 然后点击这一个 Consular Consular的话是我们的Network里面 Network里面是我们加载的一些网络 请求网络任务对吧 我们把它给重新加载一下 这个分析过程很重要 这个是要点 就你真正的工作中的话 这个东西你经常会与它打交道 以及接触的是非常多的 所以这个地方你们听不懂的 记得随时问出来 因为这个东西 我这一堂课没办法给你全部讲完 但是我讲几个这一节课会用到的一些关键点 就保证你们的一个思路能听懂 但是你们自己想要去做东西的话 那么只能靠你们自己去弄了 我们点击刷新之后 然后我们点击这个media这里 然后我们点击一下播放音频 下流无耻 播放音频之后 这里就直接出现了这个media 对吧 media其实是我们视频 以及音频的一个意思 我们看一下这个东西 这个视频音频的话 在这个Headers里面 它这个response里面也没东西 但是在这个Headers里面有一个请求 然后我们把它给复制过来 复制过来我们看一下 然后我们点击一下这个停止 然后把它给下载下来就行了 别乱爬容易坐牢 你们可能是过度被消费了 就像程序员 程序员都是秃头一样 爬虫的话并不是说乱爬就会坐牢 你们可能最近那个新闻被吵得太狠了 那个新闻的话是三月份的一个新闻 以及那个人并不是说是乱爬 他是直接把别人的一个服务器给搞崩了 当然你们这些新手的话 新手就给你再学一年 你都达不到那种层次 那种的话是可能是他上了一个多线程 然后开了很多个多线程 然后直接把别人服务器给搞垮了 然后就搞得他自己也进去了 但是你们新手想做那种的话 估计也要很久了 才能达到那种技术 这个地方我们还是回归到我们这一个课题吧 这个课题我们看一下 这个地方我们就能把音频给获取到对吧 然后我们把它给下载下来 这个地方就可以去进行一个下载 但是我们也没必要这样去进行一个下载 因为我们还要下载很多 刚刚我们只是下载了一个 像这里有多少个 这里总共有30多页对吧 30多页怎么办 我们肯定要想办法去进行一个下载 这个地方我们先看一下吧 我们先把这一个音频全部给下载下来 不然我讲这一个讲太久 讲太干的话就没意思 然后我先把一个音频给下载下来 以及我刚刚这个分析的一个过程的话 可能会有一点点快了 就我直接是点击一个 点击一个这个 点击一个检查 点击检查 点击network 查看网络选项 然后点击这个media 音频 其实这个all里面有我们所有的一个东西 你也可以去这里面去找 但是我不去这里面找 我media 因为我这个地方可以直接找到我的一个音频 然后在这里 然后把这个网址的话 用我们python把它给下载下来吧 用python把它下载下来 其实是非常简单的 就是需要安装我们的一个库 就我们request库 它是一个第三方库 不是一个类似的库 我们先给一个mediaurl mediaurl 等于我们的一个 等于我们这一个网址 然后我们把它给下载保存下来好吧 这个地方我们直接request.get就好了 我们先要导入一下这一个库 然后import我们的一个request 然后我们直接request.get 点上get 请求我们的一个内容 然后我们请求 请求是这个mediaurl 然后我们请求的过程中的话 要加一个东西 不然里面的一个内容是请求不到的 我们给个response 然后我们去加上它的一个headers 这个地方headers必须给的 这个headers我们给它加上 这个userandget 它的一个代理 我们给它加一下 这个地方是一个请求头 he headers 我们复制过来看一下 headers 这样的话我们把headers给加进去 这个地方我们切记要给一下参数 headers等于一个headers 然后我们就可以请求了 请求到的是这个response i-e-s-p-o-n-s-e response我们把它给保存一下 东西就下载下来了 这个代码敲起来 其实还是比较顺畅的 然后我们 名字的话 我们就随便给一个吧 a.mp4 这个地方mop4 我们后面会去进行一个改 然后我们model 就我们写入的一个东西 这个地方有同学清楚我们给什么吗 写入的一个东西是什么 我们写入的一个东西是wb 然后out净子的一个数据 然后i字乘一个f 然后f.write 我们的一个response.content就好了 content 然后我们把它给运行一下 这样就会采集到我们想要的一个数据 这个地方稍等一下 像这里的话就直接给下载过来了 这个a.mp4 我们去文件夹里面看一下 它有没有被下载下来 以及可不可以播放 这个音频的话 我们现在下载下来已经没有问题了 对吧 有些同学就以为我们这节课 可能就觉得这节课已经到此结束了 因为我们这里代码已经敲完了 我们这节课要去讲的一个内容 比如说我们这个内容下载喜马拉雅的一个音频 这个一键怕去喜马拉雅已经完了 对吧 这样的话我们的一个课程才刚刚开始 因为这一部分的话只是把音频给下载下来 其实做一个项目的话 你说简单的做也是做 难的话做也是做 它们之间肯定会有一些差距 差距是什么 就是我们接下来会去讲的一些东西 然后我们这一阶段的话告一段落 然后把同学们这些问题给解答一下 就是这个cookie 这个要cookie吧 我们这个地方不要cookie 直接把这个保存下来了 不要cookie的一个原因 你可以看一下 它这个request里面就是这些东西 就没有一个cookie 所以我们也不需要加一个cookie 好 简直的数据 然后你用url这个url retrieve 就是只要你是一个http 就是能发送http请求的话都可以 请求的酷都可以 都可以去进行我们的一个爬虫 这是关于像这个request 它其实是对我们的一个url lab 去进行的一个封装 这里不太建议你们去使用url lab 为什么 因为url lab它比较难用 以及对新手的话不太友好 它主要涉及到我们的一个http底层的一些原理了 所以你们用这个request其实就已经够了 然后request有些新手同学可能不会安装 切记要去进行一个安装一下 我们pip install request 这样的话你要去进行一个安装一下 以及我们等一下会用到的一个解析库 我们提前把它给导录一下 import它的一个post 这个地方是我们的一个request post和get哪个好 你这个问题你问的也太新手了吧 你听了我们公开课听得这么久 你还不清楚它们的一个区别吗 request和get根本不是同一个东西 它们两个不是同一个东西 就是一个是get请求 一个是post请求 它们是 就相当于你苹果和泥子是同一个东西吗 它们都是水果 但是它们不是同一个东西 get和post也是一样 还有option 还有delete 还有put 还有更多的方法其实有很多 这个方法怎么来 这个方法是从这里来的 因为别人这里请求是一个get 所以我们后面的话也用一个get 别人put我们也用put 别人用delete 我们还是用delete 这是关于我们的一些方法 关于这一部分没有问题的同学 都敲个1给我看一下好吧 有问题的同学提问一下 然后这个地方没有问题我就过了 我接下来去讲我后面的一个东西 这部分内容我们把它给封装一下吧 等一下再封装也可以 现在我们提前把它给封装一下 就我们def download download download我们的一个什么 download我们的一个media 这个地方是download我们的一个media 对吧 然后我们要下media的话 我们给它传入一个media的一个url 然后后面的话去进行一个请求 请求之后的话 后面我们去进行一个保存的时候 我们再传入一个名字好吧 就我们保存的时候肯定要给一个名字 所以我们给个media url media 然后我们名字的话 我们就给它加在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保存的话 有个名字就好一些 因为方便我们后面去进行一个下载 你想一下我们后面还有这么多 这么多的一个东西 这一页的话 它有30个 然后我们总共有30页 30页它总共有900条 所以我等一下下900个音频怎么办 肯定一个一个重复去调用它 然后传入名字传入url 让它自动下载 自动去进行一个保存 对吧 这样我就十分舒服了 所以我这个地方 给它改一下 然后我定义成一个方法之后 注意定义成一个方法 然后我再去进行一个调用的话 直接run一下 是没有任何效果的 没有任何效果怎么办 那么 这个地方有同学不清楚 为什么会导致一个这样的结果吗 就和你预想不一样的同学 敲个一给我看一下 和你想象中不一样的 预想不一样的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可能就直接过了 然后后面去讲我们下一个东西了 这是因为我们定义的一个函数 就定义的一个函数 它是一个代码块 定一个代码块之后 我们下面没有调用 所以它不会运行这一部分 虽然前面这一部分 是我们之前的一个下载音频的一个东西 对吧 但是我们没有调用 所以不会下载 所以我们要去调用一下这个downloadmedia 然后我们传入两个参数 第一个是我们的一个media的一个url 对吧 我们传入这个参数 就这个参数会复制给这一个 然后它去进行一个请求 然后我们还有这个media认 就是它保存的一个名字 之前我们给的是一个aa 我们现在给一个bbb试一下 我们给个bbb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去下载 下载第二个 就是还是下载的是同一个东西 但是它保存的时候 名字就不一样了 看到没有 这是一个aa bbb 这是关于我们这个地方 然后这个地方没有问题 都敲个1给我看一下 这个地方我注视一下 就我们这个地方是下载一个音频 下载一个音频 下载一个音频 一个音频我们已经下载到了 对吧 一个音频下载到了之后 我们就 一个音频我们下载到了 已经没有问题 但是我们接下来问题 问题大了 就问题大了 我们怎么来解决 接下来这一个问题 我们要去做的是什么 我们要去下载很多的一个音频 我们总共有多少 三十页 然后在下载三十页之前的话 我们还有一个疑问 这个url的这个地址是从哪个地方来的 这个地址 根本不清楚从哪里来的 对吧 那么我们要去找到这个东西 我们怎么找 有些同学可能会说 直接去all里面去找 因为他有一些基础 就就有一些基础 可能学的蛮久了 就清楚怎么去找 一个一个去找 这种方式 有多少同学想到用这种方式 一个一个去进行一个找 因为我们的一个network 请求之后 全部在这个论里面 对吧 这种方式也可以 但是这种方式的话 非常复杂 你把全部东西排查完下来的话 像一个初级开发工程师 就像很多那种自学的 就只能用这种方法 去进行一个排查 因为没接触过其他的一些方法 不清楚用更高级的 可能要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 甚至是半天 一个一个去把它给找到 其实这个地方教你们 一个小技巧 要考的这个地方 非常重要 就是他这个地方 有一个search 刚刚我们找的一个另接 在这一个位置 对吧 这一个位置 就是我们要找这一个另接 然后我们先把它给拷贝一下 然后我们去找一下 这个另接 肯定会有产生的一个地方 我们去搜一下 在这个search这个地方 search 然后我们把它复制进来 复制进来 我们回测一下 这个地方就收到一个search 对吧 下面这个我们不用看 下面这个是一个音频的 就是一个音频的 没有问题 这个地方是音频的 其实我们要的是上面这个 上面这个是什么 它是一个接口 就是这个接口 我们请求这个接口之后 会得到我们的一个音频数据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接口 这个接口里面的话 是有两个参数 一个是他的一个ID 这个ID可能有些同学 还暂时不清楚 这个ID是什么 我们不管它 但是它还有一个东西 就是这个ID 然后它还有一个这个type 就是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类型 这个类型的话 我们也不用管它 但是这样的话 我们就获取到一个接口 对吧 然后我们把我们把这个接口 在这个地方去请求一下 在这个网页中请求一下 我们会发现 它返回的是一串 接生制服串 这个地方 接生制服串 它是什么 是我们接口的一种数据 我们可以直接从这里面去 提取我们想要的 然后这里隐藏了我们的一个src 有了点 那啥 像这个的话 就是我们的一个下载的一个地址 对吧 然后这个接口 我们可以肯定 这个东西是我们的一个接口 但是它的一个接口的一个数据 是怎么来的 这个接口里面的一个数据 我们去看一下 这个接口里面的一个数据 是怎么来 数据不清楚的话 我们肯定要去进行一个分析 我们去分析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去看第一章吧 第一章的一个内容 在这里我们不点一个播放 然后我们点击在新标签页去进行一个打开 然后我们到新标签页打开一下 新标签页打开的时候 注意一下 这个地方是一个网址 这是一个重点 就是一个考点 就你们自己去做的时候 一定要 一定要去分析它这一个UIL 因为它里面隐藏了很多很多的一个信息 我们看一下 先把这个东西给固定固定起来 它有两个 一个是164 11402 对吧 还有一个是987 91745 这两个东西我们该怎么去看的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这个接口吧 因为这个接口里面有数据 对吧 这个接口里面有数据 然后它请求的是上面这个 我们看一下这两个网址有什么区别 一个是它官网的一个内容 还有一个是它的一个接口 像这个接口后面跟着我们的一个ID 这个987和这个 有没有同学发现他们很相似 发现的同学都敲个1给我看一下好吧 这个987 91745 这个地方应该能清楚吧 所以我们这时候 根据我们分析的一个规律的话 我们可以总结出来 应该是这个借口去请求的时候 它是根据它每一张的 每一张的这一个东西 就是每一张它会有自己固定的一个ID 固定的这一个ID是什么 是它的一个Track ID 根据Track ID就可以得到我们的一个音频 对吧 那么如果这个东西我们找不到的话 我们就可以直接找到它Track ID 我们再去请求这个接口 就能得到我们的一个音频的一个真实地址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就很简单了 我们只要得到它的一个这个Track ID就行了 然后我们去看一下 它这个Track ID是怎么产生的 刚刚我们是 这个地方是它的原始页里面 我们可以在原始页里面去找一下 其实我们可以在这里很简单的发现 其实它的一个数据的话 就被直接被隐藏在 就直接是在这一页里面 我们可以从这一页里面 直接得到它的这个ID 所以我的话 我是不是应该先请求这一页 然后拿到它所有的这一个ID 然后把这个ID去请求这一个接口 请求这一个接口 得到我的一个音频数据 然后去进行一个下载 不然的话 因为这个音频数据的话 就我们只能一个个手动的去弄 那样很麻烦 关于这个地方分析的一个过程 其实是比较复杂的 然后这个地方听懂的同学 敲个1给我看一下 没听懂的 不能理解的 懵懵懂懂的同学 敲个2给我看一下 有问题的同学 把问题直接提出来 因为像我们这种公开课的话 在这里讲的话 很多东西书上是没有的 所以你只有 这次公开课上去问我 我能给你去解答 你课后的话 想要去百度也好 或者去找帖子也好 找相关类似的一个视频也好 你可能就找不到 或者是找到一些 找到一些代码有什么用 找到一些帖子有什么用 你该找不到的 你还是找不到 但是在我们公开课上 就有老师给你去进行一个解答的话 你可以直接问到老师 老师的话就直接给你去进行一个解答了 但是关于我们这里 70多个同学 只有12345678 8位同学听懂吗 其他同学都在干嘛 还是听了我这么多内容 连一个1都不愿意给我cue 或者是听不懂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cue一个out 有不懂的 你直接cue一个out就好了 老师用神经扭是不是会更方便一些 你觉得用神经扭会更方便吗 我觉得用神经扭会更麻烦 以及你在工作的过程中 你去面试的过程中 就别人让你 就用神经扭的话 其实会造成它的一个性能损耗 因为神经扭它要加载一个浏览器 浏览器它的一个 会占用你很多的一个内存 需要你很多的一个东西 省去分析JS的一个过程 我们这里没有分析JS 我们只是一个简单的页面分析 如果你连这一个简单的页面的一个分析 你做不到 你还想去找工作 即使你有了神经扭 你估计也只能去做一些软件 软件测试 其实软件测试工作 其实是很简单的 因为它只要用神经扭就行了 你那些东西只能做 但你真正的想要去找爬虫工作 你要分析的一个过程 是最基本的 而且我们这个分析过程 没有涉及到JS解密 已经没有涉及到 它更麻烦的一些处理 因为它完全暴露在你的一个视线下 根本没有去进行一个加密 像这些敲的同学 你有问题的话 要问出来 不问出来的话 我也不清楚你哪个地方听不懂 没办法给你提供帮助 即使我想帮你 我也没办法帮 因为我根本不清楚 你哪个地方没有听懂 所以有不懂的 你可以问出来 这是关于我们这一个地方 然后我们接下来继续往下面 去进行一个讲解吧 这位同学打个问号 你问我是什么意思吗 问我是什么 我肯定也不清楚 你想问的是一个什么 然后我们接下来去请求一下吧 我们先把接口给搞到 因为这个地方 我们只要获取它的一个media 和它的一个论 就可以去进行一个下载 对吧 然后我们把接口给搞到 我们这个接口的话是这一个 然后我们把它定一个方法 这个地方我们就直接定一个方法 定一个media media一个api接口 然后media api接口里面 就是会去请求我们这一个内容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api url 然后这个地方我们要去传入一个参数 这个的话是我们所有的一个id 对吧 所以这个地方是我们的一个id id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什么id 我看一下这个参数 是我们的一个track id 对吧 那么我就给一个track id 然后这个track id 我们给它传进来 然后这个地方我们给一个f吧 把这个track id构建成一个字符串 然后再去进行一个请求 flat 音频地是怎么找 我刚刚在找的时候 你不去问 现在的话 我都把它整成一个api了 这个地方 刚刚你又不问 要你问的时候不问 然后我讲过去了之后 你又跟我问 然后我跟你讲怎么办 我又要跳回去 我觉得有一些麻烦 像这种同学的话 以后听歌可以注意一点 就我刚刚分析的一个过程的话 去看录播吧 刚刚那个分析过程 其实已经比较明朗了 就直接一个一个去找过去的 像这个地方 我们先是找这个network 然后去找这个media里面 找到media里面 然后media里面 我们找到这个音频 然后把音频拿过来 在这个地方去设计一下 就直接找到我们的一个接口了 然后去弄里面的一些东西 老师太生气了 肯定生气啊 这个地方 因为我前面讲的时候 不认真听 然后讲完 让你问的时候又不问 等我跳过去之后 你再跑出来 问我肯定生气啊 就像我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就去看一下录播吧 我们就不详细去讲了 然后我们去 这个track id 我们把它给改一下 因为passion里面 就有下滑线的话 不是很好 我们把它改一下 就改成它没有下滑线 像我敲的一个代码的话 应该还看得过去吧 像这种波浪线什么东西 还是比较少的少了 啊派对 这个地方派打错了 我api 像把我气的这个东西都打错了 这个同学 api url 然后我们去请求一下 这个地方 我们还是request点上一个get 去请求我们这个api url 继续要带上我们的一个内容 带上我们的一个headers 等于一个headers 然后我们这个地方给个response 然后我们把这一个内容给打印一下 然后我们打印这个response prend的这个response 啊prend的response之后 我们去调用一下 这个地方是一个media api url 然后我们传入它的一个id 这个id是什么 这个id的话 第一集者里面有个id 对吧 我们把它给复制过来 然后把它给打印一下 直接把它给打印一下 运行一下函数调用函数 然后去打印我们想要的 这个地方是一个200 它请求成功了 这个地方我应该打印它的一个点 点上一个json方法 因为它是一个接口 所以我可以用一个json方法 把它给打印 打印出我们的一个json json数据 然后这个json数据里面 就会有我们想要下载的一个url地址 对吧 这个src属性 所以我们要提取这个src属性 这个地方有些同学就不太清楚 怎么去提取了 这个地方认真听啊 有一些新手同学基础不好的 这个地方尤其要注意一下 千万千万要注意 就你不然的话 你就不清楚怎么去进行一个提取了 我们这个地方是一个data data它是我们的一个json数据 就是说我们pass里面的一个字典 字典类型怎么提取 我们直接给一个data 然后给个中括号 中括号里面去加我们这一个 就我们是什么字段 我们就加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内容 就去提取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提取到data这个数据 但我想要的是什么 我不想要这个data 我想要它的一个下载地址是这个src 所以我再给一个中括号 然后再加一个src 然后这个地方我们提取出来的就是它的一个src 然后我们复制一下 然后最终的话 我把这个东西给返回出去 return回去 因为我们的一个函数的话 就面向过程 面向对象的一个编程 这个地方是一个重点 要考的这个地方 就是面向对象 什么是面向对象 面向对象 面向对象是什么 是我们函数 或者是我们的一个类 它有一个传入值 有一个返回值 它才是一个面向对象 像我们上面这种写法的话 可能你们写的是比较多的 像我这个公开课 我这个地方没办法写得更好了 所以我也只能写成这一种 去进行一个写法 这种是面向过程式的 虽然我们这个地方用的是一个函数 但它本质上还是一个面向过程式的 为什么 因为它有传入的一个参数 但是它没有一个返回值 所以它是一个面向过程的 但这种就是一个面向对象的 像这个地方 我们传入一个参数 这个地方有一个返回值 所以它是一个面向对象的 像这一种 这种面向对象有什么的一个好处 就是等一下你到后面 你就能体验到了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要爬取一本 对吧 如果你是面向过程的话 就每一个细节 可能出现了一个错误 你要把所有的代码 全部给排查一遍 但是我们这里不一样 比如说你保存出了问题的时候 你只要检查上面这一块就行了 如果你在下载的时候 出现的问题 你检查下面这一部分就行了 像这是我们面向对象的一个过程 就很容易去排查一些问题 然后这个地方 我们能把它给下载下来了 这个地方我们 我们把它给打印一下吧 因为有一个返回值 有个src的返回值 我们用plant把它给打印一下 plant我们的一个src 然后我们把它给运行一下 运行一下 然后这个地方就得到我们一个下载地址了 对吧 这个下载地址我们暂时不管它 这个下载地址我们不管它 然后我们理一下现在的一个需求 我们需要一个truckid 需要truckid 我们才能得到一个下载地址 就是这个地方是从 从网页中获取下载地址 或许下载地址 我们的一个关键是什么 是我们这个truckid 对吧 刚刚这个truckid 和我们之前的一个mp4url一样 和这个url一样 都是复制过来的 所以我这个东西我肯定不能复制过来 我希望做的是什么 是passing 帮我自动去把这个东西全部给获取下来 实现一个批量下载 不然的话就900多条数据 我自己复制的话 我可能要复制到明天去啊 像我以前读初中高中的时候 就做过这种蠢事 像那种下小说的时候 我就一本1000多张的小说 然后没地方下载 我就一张一张地用手动去进行一个复制 我现在回想起来 我觉得太蠢了 现在给我大概五分钟 我就能把它全部给下载下来 就说说说几句代码就已经写完了嘛 然后关于这部分能理解的没问题的同学 都敲个1给我看一下 有问题的同学提一下 不然过了之后你再来问我的话 我可能就不会给你去解答了 第五是 API的一个负质 这个地方一看你的话 可能是基础不是很稳 建议你把基础都去看 多去看一下 我们字符串的它有三种格式化的一个方法 我们的一个百分号formate 以及我们的一个ff是一种最新的 它可以直接把我们的一个变量 给嵌入到字符串里面去 它有一个前提 就需要我们这种括号 然后咱才能把我们的一个东西给嵌入进去 像这个东西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一个f 我们在下面这个 我们先给一个trackid吧 trackid我们等于一个1211 然后这个地方复制一下 这个地方我们就能得到这个对吧 它是对字符串进行了一个拼接 其实是一个选择填空 把这个内容给填到这里面去 其实可以备注一下 因为今天这一堂课的东西比较多 所以我不会去进行一个备注视的 因为注视的话 我后面的一个东西讲不完 你想一下我后面还有这么多东西 如果公开课比较简单的话 我可能会给你一句一句注视 这种像有些同学可能就会想我们公开课 嫌弃我们讲的不多 像这种我们一旦讲多的话 有些细节我们肯定必须得忽虐掉的 因为我们call的话是没有提供课件的 公开课是没有的 你call你没办法拿我的一个课件去弄 所以你减量的把思路给听懂了 然后要一下录播 call的时候你把录播给看一下 注视的地方 该注视的你call可以自己去注视一下 这是关于公开课的一些缺陷吧 这种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 然后这一部分都没有问题的敲个一给我看一下 只有这几个同学吗 听不懂懵懵懂的同学敲个二给我看一下 有不懂的同学敲个二给我看一下 我们现在其实是写录了两个方法 其实写录了两个方法 这两个方法的话其实也很简单对吧 一个是一个是下载 下载音 下载音频 一个是下载音频 还有一个是从网页中获取我们的 根据check从网页中下载 请求它的一个接口 这个地方是请求接口 请求接口获取下载地址 如果我要去实现一个批量的一个下载的话 那么怎么办 我要批量的获取这个check id 我要获取很多个check id 那么这个check id是怎么来 接下来我们又回到这里了 要继续去分析它的一个前端网页 像这种代码的话不是随便写的 我们是根据前端的一个分析出来的一个结果 然后去进行一个编写的 像这个地方我们要去获取一下它这些连接 那么我们可以请求这一页 然后可以把它获取到它这个里面的这些东西 对吧 比如说这一个 就是herf里面的这个9971153553 接下来的话我速度可能会加快了 然后你们有不懂的随时提问 就我可能讲的哪个地方快了 讲的你有点懵了 记住随时反应一下 不然的话就一下子过了之后 你只能去看录播了 思路的话肯定是顺畅的 然后我加快速度了 这个地方我们要去获取的是这个 因为这个check id 我们有的这个check id之后 我们才能去下载我们想要的 然后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检索一下 直接copy它的一个css选择器 啊 copy一下css select 就是我们的一个select 然后我们复制一下 这个地方是我们的一个a对吧 但是我们其实想要的是什么 我们想要的是所有的一个a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复制过来的 肯定是不行了 这个地方最好是自己去进行一个写 自己写的话 才是一个对的 不然的话就不是你想要的一个结果 这个地方我们该怎么去写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这个地方我就直接写了 这个地方是一个上个list 所以我可以直接这样去进行一个点点上我的一个上个list 上个-list 点上我的一个上个list 上的sond 上的list 然后上的list里面是一个ul ul 然后再是一个li 然后我们要提取的是a标签 对吧我们提取的是这个标签 然后总共的话他是找到了38个标签 其实我们真正的话只有30个30个内容对吧 30个内容 那么我们等一下可以把那八个东西给去掉 那么我们先请求这一个网页吧 把他的这一个页面的一个东西给获取下来 一个页面 我这个地方也用一个函数去进行一个写了 因为我们既然这节课已经讲到这个函数的话 就彻底用函数去进行一个写吧 这个地方我们把这个方法的话 我们就get他的一个toto吧 就是他一页的所有的一个gettoto toto他的一个配件 获取他一页下面的一个所有的那种id 就我们根据这个id去进行一个请求 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他的一个uil 这个uil我们也给他传进来 这个uil我们给他传进来 传进来这个地方我们还是request request点上一个get去请求我们的一个页面 就是这个pageuil吧 这个地方是pageuil 我们给一个pageuil 传入一个pageuil 然后headers的话 我们要继续给 不给headers 他会把我们给反爬了 然后我们给个response 这个地方response response 然后这个地方我们把它给打印一下吧 print我们的一个response.txt 那么去调用一下这个get我们的一个toto page 然后给上我们的一个uil 这个uil把它给复制过来 把它复制过来 然后我们去调用一下 这样的话是运行了我们这一段 然后直接能得到我们的一个网页 这个地方得到网页 啊在这下面这一部分下面这一部分的话 是我们想要的一个网页 然后我们去这里面去取到我们的一些值 把这些值我们全部给拿到 啊这里面的话我们可能还要去加一些东西 可能是遇到了我们的一些东西 我们去提取一下吧 先不管了 先不管三七二十一 把我们的一个页面给解析一下 啊解析一下的话 还是用这个pulse pulse是一个工具 然后把它给转换成我们的一个对象 用上我们的一个select 然后把这一个啊response.text 把它转换成我们的一种结构 就可以用刚刚的一个东西 可以去对它去进行一个提取这个地方我们给个sel 然后我们用sel去进行一个提取sel 点上一个css选择器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前面复制的这一段对吧 就是这个a标签 然后我们要的一个内容是什么 我们要的并不是a标签 我们应该是a标签的一个属性 attr它的一个healf属性 然后我们其实会要两个 就是这个地方除了它的一个啊 healf之外 我们还有一个title对吧 所以我们先把这个a标签获取到 然后去a标签里面去提取我们的一个 每每一张的一个名字 再根据它的一个id 因为我们保存的时候 保存的时候这个地方会要一个名字 所以我们先把名字也给提取一下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 这个地方我们提取的应该是它的一个 上个list 上的list 这个地方我直接用它这一个名字吧 这个名字命名的话 其实很容易懂 一看的话你就清楚它是什么意思 这个地方是一个上的list 我们就是一个音乐的一个列表 对吧 然后这个地方我们提取一个a标签就好了 然后我们再去上的list里面 把我们所有的一个上的给便利出来 所以我们就for一个上的 印我们的一个上的list 上的list 然后我们这个上的list 然后我们去进行一个out次提取 因为我之前的话是提取这个a标签 对吧 然后我继续css 去提取我的一个内容 css我提取什么 我应该是提取的一个a 然后我们要去提取它的一个属性attr attr我们提取它的一个href以及提取它的一个title title title这个地方的话我们给个它这个是一个media media它的一个url 这是media的一个url下面这个是一个media的一个认 就我们这两个 然后我们最终的话把这个media的一个东西给打印一下 print我们的一个media url以及print我们的一个media media 然后我们这个地方我们重新再去调用一下 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结果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我们的一个get page 这个地方response 然后我这个地方我给成一个字符串去了 这个地方提取错了 应该是一个对象 对象的话才能提取到我们想要的一个东西 像这里是提取到了 但是有一些问题啊 因为我直接是把它给返回了 我应该去提取一下它的一个内容 extract first 应该是这一个 点上我们这一个 去提取我们的一个里面 因为前面的话我们这个地方打印的 打印的这个地方是一个对象 对吧我们要去提取的是什么 我们要去提取的是里面的一个文字 所以我们用一个是check first 去把它对象里面的一个文字给提取出来 然后我们重新去打印一下 啊 这里就获取了两个东西 一个是我们的一个url 还有一个是我们的一个名字 对吧 这个名字我们等一下要去把它给保存 但是先把前面这个东西给处理一下 因为我想要的是什么 我只想要后面这个id就行了 因为我前面这一个接口的话 我只要它的一个check id 我就能把它给下载下载那么我就没必要去要它前面的这一段内容对吧 所以我把这个东西给处理一下 这个东西怎么处理 它是一个字符串 字符串的话是这个media url 然后把它给处理一下 media url 我直接去等于它的一个media url 点上split对直接去进行一个分割一下分割的话我们是根据一个斜杠去进行一个分割 然后我们要去取的话应该是它最后一个数所以是负一这个地方我们重新打印一下就是它这个内容 然后最终的话我们把它给返回出来返回出来 因为我们要去返回很多东西的话这个地方我们给它一个year的 把它一个一个东西返回出来啊 有些同学可能会觉得year的这个地方不懂不懂的话没问没事没事的这个地方因为它是一个for循环 你想一下你用return返回的话它只有一个东西我们这个地方要返回很多个所以我们直接year的然后去接收一下就好了 然后我们这个地方给一个上个吧 media吧 media s等于这个既然我们返回了一个东西我们去接收一下然后把它啊便利就我们forfor这一个media url 因为我们的这个东西上面封装把它给循环我们下面东西把它给打印一下 media s 然后我们把它给打印一下这样的话和我们之前的一个效果其实还是一样的 这是关于我们year的一个用法这个地方你们展示就记住就好了 因为里面就涉及到我们很多的一些知识了就啊在我们的一个系统和进阶里面也会去讲是关于它的一个year的生成器 写成那些东西 所以这是这个吧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我们就提取到了它的一个id然后下面的话是 这后面这几个我们可以不管它我们只要30个对吧 所以我们可以对这个地方去进行一个切片这个上个list里面我们应该只要到30个所以我们30然后把它 去进行一个切片这是我们基本的一个列表的一个处理 列表的一个处理然后我们把它重新给打印一下这个地方就获取的是我们30页的一个30级的一个东西这是我们这一页吧这是我们这一页的一个东西 然后关于这个地方有不懂的同学提问我给你去进行一个讲解一下 来就不懂的提问懂得同学敲个一给我看一下懂得同学敲个一不懂的同学敲个二给我看一下把不懂的地方也给问出来 嗯 嗯 平安架汉化吧不建议用汉化吧建议用 vs 扣的以及不要用py 扣因为后面的一些高级的一些功能的话py 啊 vs 扣的是没有的所以建议你使用一个平安架最好是一个专业版的专业版后面的话会有 很好的一个开发效果 vs 扣的话他确实是炫酷初学者是确实炫酷但你学到后面你用的时候你会发现 他很多东西不怎么支持 啊 简单的切片好不好这也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切片啊只不过我把它丢在这里面去进行一个切片 啊隐藏在gsgs这种的话我们 vip 其实是有讲的它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东西就我们的一个gs解密 啊 js解密现在不管是外面的一个书也好视频也好他都是没有的但你去找工作很多公司都要要求你的一个 js解密像这个的话是处于啊 js解密是我们的一个系统课程里面回去讲的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其实是比较难的它是属于我们整个系统课都是比较厚的一些东西了 像这一个的话其实要你精通的一些东西像我们的一个断点调试以及这种调试断点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啊 这个谷歌调试面板就是我们今天这节课去讲的一个东西就是这个面板 然后他皆是解析的话是在这个地方sauce里面然后你要去看他这种皆是圆码你要把它给格式化然后去里面 找他的一个js的一些东西然后把它给解析出来然后用拍神再把它给实现一遍所以这个是比较难的一个东西 像你们自学的时候建议你们遇到的这种不要去学了因为会 它是一个时间深渊就是你你花很多时间去学未必能学得好的因为你网上也没什么资料 就算有资料的话别人网站更新之后你的js解密你又不能用了你把那个东西爬出来之后你又不能用了怎么办你只能就是 除非你就基础很扎实你把它基本会遇到的一些情况全部解决掉之后你才能去解决 啊任何一个的一个js解密的一个情况那个地方我们 不去看吧这个地方我们把这个地方给封装一下 啊接下来我们把这30页的一个东西全部给下载一下好吧把这30页的因为我们已经做到了这一步我们把这30页的一个东西全部给下载一下 啊这个地方敲一的同学没多少其他同学是睡着的吗还是不想敲一 敲一的这些同学 啊听懂的同学有收获的同学都敲个一给我看一下好吧 啊思路听懂也行如果你是听不懂的没听懂同学你敲个二也给我反馈一下 如果都听不懂的话我就考虑一下后面讲的话我就讲的慢一些讲的简单一些不然你都你都懂了 啊如果你懂了我肯定讲的快如果你不懂的话我肯定讲慢一点嘛所以这种讲的话并不是说去百度那样一个一个帖子 它是那种难度你看了人就看看不懂你就换一页但我们这个课不一样 如果你听不懂的话你就说一下我就讲简单一点如果你听得懂的你说一下我讲快一点让你在公开课也能学到多一点的东西 啊新来的有什么时候讲基础我想学点我们公开课的话都是讲一些案例像那种基 你像学基础的话可以跟着老师系统学吧我们基础的话其实一个基础课很便宜的就两百多块钱有不懂的话你可以随时找到老师 像我讲公开课的话只能在公开课给你去进行一个解答你有问题的话可以在 啊 vip 的话你可以直接问到老师 像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加一下清风老师吧这个那个基础的基础的200多块钱很便宜的一个课程 发一下吧有需求的看一下 可能有些同学会舍不得吧200多块钱舍不得其实也没什么这种的话也很正常 我们这个地方我们封装一下我们先把这整个页整个一页的一个东西全部给下载下来然后我们去把它说进一下 然后去这个地方我们是密调这个url和他的一个论对吧 现在的话如果我想下载下来我该怎么办下载这30页的其实我们前面已经做过这件事了就是这个方法像这一种的话我们直接调用这个当中的 media就好了把那这两个参数给传进去一个是他的一个 url 一个是他的一个论他会自动去进行一个下载对吧 其实这种的话才是我们的一个面向过程为什么像我们这个是调用方法这个是调用方法然后上面的这种是一个对象这个也是一个对象像这种就是一个面向 对象变成像你们是什么有些同学可能就一路下来就第一行代码第二行代码然后一直写下来代码就是从上往下去进行一个执行像你 这种代码其实是不过关的就你实际去公司中工作的话如果是敲的那种代码可能 领导可能就会想着是不是把你给提掉因为你基本的一个面向对象的一个思想都没有 习习代码也不好维护像我们这种代码如果这个这个出了问题我就改这个函数就好了如果这个问出了问题我就改这个函数就好了像我这个检查代码我只要检查四行像这个我只要检查 啊六行如果你全部写到一起去的话那么你一次性检查的话你要检查十多行代码 像这还是代码量少的一个情况下如果代码量多的话那么更可怕 我们先把它给下载下载下载吧 啊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问题我看一下是哪个地方出现了一个问题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问题 密调又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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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又要出的一些问题我先把它给打印一下吧不然的我们的一个 不然头我们的一个密调与啊以及我们的一个密调的一个论我看一下他传入的是哪个地方出现了一个问题 啊这是我们前面的一个然后这个是后面的一个这个是笑话的女生的一个贴身高手 这个地方是他的一个哦我们这个地方传入的他track我们先要去请求这一个啊这个不是一个下载地址这个地方不是一个下载地址这个不是一个下载地址它是一个id这个地方是一个media它的一个id 那么我们要把这个id变成一个media的一个url怎么办我要把这个东西变成一个url我前面已经封装了一个方法那么我这个mediaurl的话应该是我的一个 啊mediaurl的一个apie对吧apie我们传入一个track就好了 所以我们传入这个mediaurl的一个url就能得到我们这个url然后我们重新去进行一个运行这样才能去进行一个下载 这个出来只是一个id我们想要的是一个url然后去进行一个下载我们把它给run一下这样就能跑起来就能把我们这一页都给下载下来啊这个这个地方我们可能看不清我们到他页面里面去看一下 因为你们看一下啊像这你就已经在下了1234567这个地方总共会下3030级的一个东西因为我们这一页只有30级对吧一页只有30级以及我们这个地方可能这个地方听不懂的话你call的话老陆不再详细去看一下吧因为这一种 已经不属于我们基础的范畴了这种是一个面向对象变成 啊这一种还只是最基本最基本的一个面向对象变成因为我们没有用到一个class像我真正开发项目中用class用的比较多的 其实把我们整个整个代码封装成一个类的话效果会更好一点但我们这节课不可能封装来写到这种程度的话可能有些同学已经听不懂了 啊关于这一个没有问题的同学敲个一给我看一下吧能理解的以及有问题的同学敲个二然后哪个地方有问题给我讲一下我给你去解答一下啊有没有同学觉得我这个地方写的很简洁的有没有这种感觉像这种低啊下载音乐然后这个地方是请求接口然后这个地方是获取一页的他的一个page然后我们这个地方就获取一页的一个page对吧 啊有有觉得很简洁对吧其实真正开发过程是写代码最好是这种形式去进行应该写的以及我们这里的话我们刚刚还只是弄了一页的其实我们要很多页很多页其实是更加简单的我们可以继续往后面去弄一下继续往后面像他的一个plp3如果我想下载第二页第三页怎么办我把这个url给改一下就好了把这个url改成这个plp3的一个东西 把这个url改成这个的话与我们这个对比像这个这个编号是一样的对吧所以我们其实可以推断这本书的一个编号是这个16411402所以这个p3的话是他第几页如果我要获取我们总共有30页怎么办我们可以用一个foring range把它全部给range出来forfor我们的一个page in我们的一个range我们总共有30页对吧 所以我们可以1到我们的一个31因为我们总共有30页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原本我们只下载了一页这样的话我们就能下载很多页然后根据他这个内容的话后面这个我们应该是带上他的一个行号然后这个p后面应该是他的一个页对吧 这后面是他的一个页这个地方应该是我们的一个page然后我们前面加一个f 这样就能干嘛这样的话就能把我们就这一本书的一个东西给下载下来因为他总共有30页以及我们后面所有的一些东西 像这个30我们把它给运行一下吧啊运行一下可能会太多了我从中间吧我就下载第10页我就下载第10页就好了这个地方我们隔时给个11我们就下载一页吧因为下载多了的话我没必要下载多了 我等一下还要把它给删掉现在的话我们可以多下载一页去看一下 像这个继续在下载了我刚刚下载的是第10页对吧第10页啊开始是这个奥七一奥七一奥去进行一个下载啊三七二十一是一样的 啊第二页怎么处理是一样的像这种我没有手动这种的话是一个软件配件直接这个地方就是循环我循环用循环实现翻页 循环实现翻页循环实现翻页然后这个地方是我们整个页面的一个东西啊因为我们把它封装成一个方法嘛像这种逻辑看起来你的也很清楚很顺利一下子就能看懂了 像这样的话我们后面的东西也已经就全部给下载下来了没基础看不懂对啊没基础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难题 因为现在的话网上其实也有很多的一些基础资料或者是一些学不过那种网上学的话其实学的很慢 像这个地方的话有个同学报名了我们的一个系统学习班报名了爬虫全套系统课程啊支付的学费三千元报名我们的全套系统的一个同学这个这个同学 像你们如果想要系统学的话嗯第一页没有P第一页不特殊第一页怎么会特殊呢为什么会特殊的 这个地方特殊吗他还是一个第一页啊这个地方也是一个P所以是这一个东西想报 P就是第一页所以我还是从一这个地方开始去弄的所以实现了一个翻页 啊想报像想报的我们这个课程其实我们这个课程就是从零基础开始的从零基础开始去进行一个学啊 像如果你学后面的一个课程的话其实是很多的这个课程你想学的话可以加我们的一个清风老师去找他详细的去了解一下像我们这个学费的话其实也不是很贵三千块钱嘛啊 说多不多说说少的话其实其实蛮少的三千块钱你能做什么买个手机可能都买不到 但如果你用来学习的话像我们这个课程全部会教给你从我们的一个零基础 零基础里面的话就会学很多自学的同学就可能不会考虑到的一些东西像这些函数像我们这种命像对象的一个封装方法 像很很多同学根本没有这种思想这种思想的话只能有人带你慢慢的去进行一个培养或者你自己很麻烦的去进行一个查找 包括我们后面的一个类啊像这种模块像这种网络通信多任务以及我们的一些函数式变成像以及我们的一个数据库CURD的一些操作 包括后面这种爬虫其实爬虫的话我们今天的一个爬虫还是比较简单的因为我讲的还是很顺畅的没有 讲的很顺畅的就是直哪打哪根本不需要分析像我们后面学的其实会比较难的就一节课公开课都没办法去讲的一些东西 像只能有VIP去进行一个讲像这种Scribe的一些框架一些比较难的以及包括我们后面的一些代理以及神经流像有同学说的一些神经流像这个神经流的话我们这里其实有很多的一些操作 像一些等待换页以及他的一些巨饼然后怎么去操作更多的一些页面 包括我们后面的一些东西啊求大纲图片对如果你想要这个大纲的话也可以加我们的一个清风老师去问他要一下吧这个课程 这个大纲的话是我们系统的一个课程就如果你啊如果你想学的话其实建议你们跟着这个大纲去系统学一些一下 因为这个大纲我们在设计之初的话就是根据那种你学完之后能出去找到工作的就是你想就业的那么你肯定得往这方面向上去学 那么你可以跟着这个东西一点一点的去进行一个过从我们的一个基础基本的一些语法然后他的一些数据类型 然后到我们这种流程控制以及以及后面的一些面向对象包括这些类语对象然后他这些方法属性的一些内容 包括我们后面的这种模块以及飞机大战像这种函数式变成以及后续的一些啊更难的一些基础把从request这一些比较高深的一些知识点 像有多少同学是想学这个派生的或者是想出去就业的有没有这样的同学 想出去找工作的啊第一个html中没有但是他没有种你可以构造一个你可以构造一个皮这个东西你自己可以构造出来啊 主要还是你的一个基础不够像他没有的你就不能爬去吗我们爬虫的一个原则是什么可见即可爬 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不可见也可怕有些东西只要你符合规则就行了当当你掌握了这些基础之后你就能你就能去做那些东西了 然后当你掌握的基础你就能弄后面的一些东西了啊这个课程是怎么上课的就我们的一个课程的话是 课程的一个上课时间是我们周一周二周四周五是上课的然后啊像我们的一个教学流程的话像我们这种vip是有一个受课 然后我们会有解答以及会有作业还有作业还有考试以及会有回访包括你们的一个就业指导像很多人找工作的时候根本不清楚怎么去找像我们这里也会提供一些指导 像我们上课的话是在腾讯课堂上去进行一个受课的像我们有直播课以及直播完之后也有高清录播提供给你像我们上课是周一周二周四周五去进行一个上课 像我一般上课的话会提前就17点30的话我就去进行一个答疑因为你们学习过程中肯定有问题有问题怎么办有问题你去百度吗你交的钱报我们的一个班不可能还让你去百度所以我们会给你提供一个解答除了解答服务之外我们还有这种答疑课 因为有些东西在课上遇到的同学比较多的同学遇到的话就在课上一起去进行一个讲解 然后我们解答完之后就正式上课是8点到10点为什么这么长的一个时间 有些人觉得可能会长其实这个8点到10点的话并不是很长 以及我们去讲课的过程中会学很多的一些东西像这是我们的一个上课 以及包括我们的一个直播录播都是在腾讯课堂上课像手机电脑都可以直接观看 不管是直播课以及录播学习的话就是收科老师一样去解答一个解答提供解答服务 像我们这种解答方式其实有有四种像我们这种文字截图解答 因为很多东西你就说话说不清楚你就截图给我给你看错误然后给你指出错误 然后给你解决如果还是解决不了怎么办解决不了的话我就给你去进行一个语音解答 包括一些远程控制控制你的一个电脑就演示操作给你看这样你总会的吧 像我们还有这种解答课去进行一个解答像这种解答时间的话我们 解答课我们一般提前半个小时去进行一个解答包括这种解答时间一般在我们下午1点到5点 也有晚上的一个6点到23点6点半到23点这是我们的一个解答时间 也包括我们还有一个监督学习的一个机制像我们考勤的话在腾讯课堂上 包括后面包括你每一天上课的话都有老师打电话提醒你去进行一个上课 以及包括你考勤异常的话你要么请假 要么你后面去进行一个补就你客户的话找老师去进行一个补充 这是关于我们的一个教学方式像有些同学可能会想就整个课程 我们这样去进行一个教学的话是不是学分很贵 其实你平均算下来的话每天大概只要10块钱10块钱不到 像我们的一个课程刚刚那个同学报名的话报名的那个同学 我们的一个课程的话总共的一个课程是三千块钱 三千 像三千的话我们其实可以分期就有些分期去进行一个学习 如果你分期十二期的话其实分期十二期每个月不到250块钱 每个月不到250块钱是一位的什么 就是你每个月花费250块钱你就跟着老师来学 以及我们这里还有一系列的一些服务 像我们这些服务有什么 首先我们的一个上课时间的话 上课时间就不用说了吧 我们就讲一下我们的一个服务 像我们这个服务的话我们会有做会有课件 课件以及我们会有圆码 每一节课上课都会有一个备课圆码 备课圆码 以及我们还有一个作业 作业解答 作业解答 这是我们的提供的一些服务 像有些同学像我们的一个课件和我们的一个圆码 其实是配套的 就我们在学习过程中 当你去学到一个东西的时候 我不可能只跟你像公开课一样给你讲一下就好了 然后你不懂怎么办 你不懂去扣看路波 看路波其实是比较慢的一个效果 我们这里会有课件以及有圆码 你可以自己对照课件以及对照圆码 去进行一个修改 去进行一个实践 这样的话你们才能学得更好 因为真正的只有你去手动去敲 手动去念的时候 去改的时候 你才能会学会学得更快 像我们这种阶式解密 会有圆码 你哪个地方不懂 你去调试一下就好了 像你调试之后 你学了之后 你就懂得更加深刻一些 像我们除了课件的话 以及备课圆码之外 我们还有作业 因为你写了之后 就改了我的代码之后 你未必真的掌握了 那么你怎么办 你就去写我们的一个作业 写完作业之后 你可能写的过程中 会遇到一些问题 那么我们还会有作业解答 以及在写的过程中 你不懂的 就我们会有答疑 解答答疑服务 像我们的一个解答方式 解答方式 我们解答方式 有我们的一个QQ微信 QQ微信 微信 以及我们的一个远程协助 远程协助 像你有不懂的 你可以随时问老师 像我们这种 老师解答的话 其实老师解答 就是讲师一对一解答 并不是说放到群里面 群里面给你们去进行解答 因为你报名之后 会加上我们的一个QQ 然后加上QQ的话 你可以直接来问老师 如果你直播赶不上的话 你也可以单独跟老师请假 然后拿路波的话 保证老师的一个学 保证你学的上来 以及我们整个的话 是一个科学 科学系统化的 科学且系统化的一个学习路线 今天的一个课程的话 是有路波的 没有圆码 今天课程不提供圆码 科学且系统化的一个学习过程 保证你的一个学习效果 今天的一个课程是没有圆码的 所以你也不要去欺骗那些助理老师 问他去要我们的一个圆码 我们今天课程的话 只有路波 像VIP的话是随时提供圆码的 你看路波吧 路波上面其实也有我们这个圆码 你跟着一个一个去瞧 一个一个去念 其实也可以实现我们这种效果的 是我们这个VIP 其实VIP的话除了这些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 其实是由老师给你去进行一个解答吧 就是有不懂的随时问老师 报VIP的话分期免息啊 这个分期免息是有名额的 其实你可以找这个清风老师去问一下 这个分期免息的话 只有两个名额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吧 这个分期免息 因为分期免息的话 我们本身的一个课程 你想一下你分期十二期之后 每个月才两百五 给你免息的话 其实每个月其实也没多少钱了 像这种学习的一个效果的话 我觉得如果单纯的一个自学的话 其实没必要 你算一下嘛 就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二十块钱算 就正常的一个公费吧 你一个小时 你出去兼职的话 一个小时你估计也要赚十几块钱 那么你两百五十块钱 其实有个老师 一个月给你去进行一个解答 以及我们除了解答之外 我们还有什么 我们还有课件 有圆码 以及有作业 有作业解答 有不懂的 你可以随时问老师 以及老师可以跟你远程协助 像这种远程协助 你去外面装一个系统的话 可能都要很多钱 像我们这里的话 如果你要装系统 也可以教你怎么去弄 除了这种装系统 当然只是一个基本技能吧 我们这里 其实老师还会很多 其他的一些技能 这是关于我们这里的一些服务 其实你可以对比一下 如果你自学的话 就很多同学可能会想着自学吧 我觉得自学可能就 就是一些兴趣类的 或者是一些 想试一下自己尝试去学一下 其实你想一下 你自学的话 或者你试着去学 像那种去学习过程中 自学 一自学学得很慢 因为你自学过程中的话 没人引导 你很难学成 即使你拥有很强的自制力 去学习的话 但你遇到难题 没人可以解决 那么本来只用一周 就能学会的一个知识 你自学的话 可能耗费数月之久 那么你想一下 这个 这就很难了 以及你自学的过程中 很容易被难题给拿到 难倒 以及加上日常拖延的一些原因的话 往往会需要一两年 你才能会学会 以及你是一个碎片化的一个学习 包括你 没人指导 学的很多的东西 都是被淘汰的一些技术 包括没方向 没目标的一些东西 包括看了很多书 很多教程 很多视频之后 你还是不会 像这种的话 如果你是系统的话 跟着老师来学的话 按照我们这个科学系统的 一个知识图谱 系统的去进行一个学习 有不懂的 这种学习的话 你目标明确 不需要自己去找资料 以及纠结 哪个东西是重要的 哪个东西是不重要的 哪个东西是有必要学的 哪个东西是没必要 去进行一个学习的 以及哪些是重点 哪些是企业中 经常会用到的 哪些是很少用到的 也可以省 省去你很多的一些时间 以及精力 像这是我们这一个 就像你很多的那种 自学出去找工作的话 其实我以前也见过 以前公司就有这种 就自己自学的去找工作 自学的可能就 它是属于那种阶段 就觉得自己什么都懂了 因为他没接触过 那些更难的一些东西 像很多同学的话 爬虫的话 可能还停留在我们这第一阶段 因为第一阶段 市面上的一些爬虫 就基本能做 就业余的 兴趣的 他都能做这种 基本的一些爬虫 但专业的东西 会需要什么 会需要我们后面的 像这种 scrappy的一些东西 以及我们的一些 滑动验证码 APP APP抓包 像这种 街市解密这些东西 那么你怎么办 你可能就不会 像之前那一个的话 就到了我们公司去 公司工作之后 结果工作的时候 就面试的时候 说什么都会 结果工作的时候 就什么都不会 因为问他会不会 数据库 不会 问不会 问他会那些 Masoco Redis 那些东西 也不会 前端也不会 那么当初进来的时候 怎么进来的 就自学的时候 面试的 说的时候 其实都会 但其实做起来 就很难了 就像这一个代码一样 可能都实现得出来 但真正的用这种 名相对象去实现的时候 又有几个人能写出来 哪里看录播 需要录播的话 可以找我们的一个孟孟老师 录播的话去找一下孟孟老师吧 加孟孟老师的一个微信去找孟孟老师 可以找一下孟老师 找工作 就不要自学了 师们都没有 跟别人打起来 找帮忙的都没有 确实是 跟别人打起来 确实找帮忙的都没有 但是这一个的话 跟老师来的话 像我们这里 有个学员已经在面试了 其实面试的过程中 就有不懂的 可以来问老师 包括他刚开始工作的时候 我也可以去 给他去解答一些问题 解答一些问题 就不懂的 也可以随时问老师 像你这种自学的 其实你找工作的时候 会有很多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你刚 一开始 你刚学数据库怎么办 你可能会有一些东西不懂 你刚学数据库 数据库的话 你可能不懂 这个不懂 你自己去学怎么办 去网上查资料 其实是很慢的 那么如果你有不懂的 你直接来问老师 包括像这种高难度的一些东西 OIM什么的 直接问我 我就可以给你去解答 但你去百度的话 你别说一个小时了 你两个小时能解决 都已经算好了 好吧 就是我们这个 Python有哪些发展方向 其实Python发展的一个方向 我们可以去网上去看一下 网上看一下 我们随便可以去找到 像这种 可以直接看它的一些招聘 或者是一些招聘的一些需求 我们可以搜一下 它的一个Python 它的一个发展方向 其实是有很多的 像这些很多的 而且薪资的话 其实还都是不错的 这种 学会了 一个月随便就几万 对 随便几万的话 你要工作个一两年之后 你才能去找吧 工作一两年之后 你就能去找那些东西 一两万 像这种一两万的一个薪资 其实还是蛮高的 像这里的话 我们PPT 你其实也有这个 就你出去找工作的话 它的一些发展方向 其实 自从那个Python 加入浙江省的一个高考之后 包括计算机 澳级考Python之后 后续的话 Python也会越来越火 做的人也会越来越多 毕竟学的人很多了嘛 到时候那时候竞争的话 也会很大 其实你越早学 你的一个技术越深的话 你的一个竞争力越大 这是它的一些方向 像方向的话 有我们的一个web 包括这种人工智能 Python开发工程师 Python开发工程师 数据分析工程师 像这种游戏开发 其实都可以去做 像这种的话 也有一些路线 其实这些路线的话 这种都是面向 中级以上的的 中级一般 你做个一两年的话 就能达到我们 这种中级开发工程师 然后能达到这种薪资 其实这种人工智能 是最高的 像这种web的话 和爬虫薪资 其实也是蛮高的 像这种高级工程师 工资的话 也能达到18K 以及20多K 就像我们这个也一样 你其实可以去看一下 里面的一个需求的话 你也可以去看一下 其实也不高 但是它的一个基础知识 其实会需要很多 像我们这些东西的话 你可以对照一下 像这里的话 我就是截取的几个 像这个的话 是它的一个平均薪资 这个平均薪资的话 其实还没有那么多 找到大工程 可以请师父兄弟帮忙 工作过程中 你请师父帮忙忙 我没见过 就是你工 有很多同学 可能会有一个误区 什么样的一个误区 就是我去工作中 去进行一个学 你想一下 你工作中去学 工作中你跟谁学 跟你师父学 你师父带你 那么你想一下 你如果你是一个师父的话 你有个人天天就问你 去烦你 想让你带他学东西 你愿不愿意 而且这个东西是无偿的 而且会有很多麻烦 如果捅出楼子的话 还要你去照顾 这种我觉得就比较头疼的 但是像你的话 如果就每个月 给一个程序员 给他250块钱 然后让他教你项目 让他教你 教你敲代码 已经面向对象的一个问题 以及让他 有不懂的 你可以随时问他 让他给你解答 你问他肯不肯 我觉得大事都不会坑 大事都不会坑 你250块钱 他一天的工资 都不值250块钱 你还一个月 让他给你解答一个月 顶多就一个服务 帮你解决一个问题 可能就要 要收你好几百 但是我们却提供这一种服务 因为我们本身是做 是做这一种教育的 这是我们的一些发展方向 包括他的一个薪资 其实也是蛮高的 像这种 以及包括我们的一个 只有集 刚刚看的一个 只有集的一个薪资 只有集的一个薪资调查报告 你可以去看一下他的一个薪资 像这个薪资的话 其实还是蛮高的 最近的话又变高了 他这个薪资调查报告 其实这个的话 是一个平均的一个薪资调查报告 仅供参考 但是参考你也可以发现问题 像这种一般到10到20K的是最多的 因为工作两到三年的一些人是最多的 后面的有些人转行了 或者是一些做管理了 所以就比薪资的话也是很高 做其他的一些情况 像这种后面的一般薪资会越来越高 像你随便的话 工作两三年 随便一两万 其实还是比较正常的一个薪资 可以看到这里 想事想学 就不怕学不会 我自学几天 看书看得我想睡觉 自学看书 自学的话 其实是很枯燥 很无聊的一件事情 很枯燥很无聊 因为你根本不清楚 在自学过程中 其实会遇到很多的一些问题 对于如果你想自学的话 我觉得如果你能力很强的话 能忍受枯燥的一个学习过程 有很强的毅力 以及在不断的受挫中 你还能坚持的话 我觉得自学其实是可以尝试的 所以说自学的话 孤独无聊 以及没人帮助 遭遇到问题的话 不清楚怎么去解决 但是我觉得这是你不愿意花钱的 唯一的出路 我觉得如果你每个月能承受 两百多块钱的一个学费的话 我建议你跟着老师来一起去进行学习 经过短期的培训 在老师的帮助下完成两个多月的一个学习 写作业 答疑以及考核 你就能迅速掌握大概自学 需要两年才能掌握的一些东西 我觉得相比自学那种枯燥无聊 以及没人帮助的学习过程 我觉得每个月两百多块钱 其实完全可以承担的 或者你可以随便去问一下任何一个程序员 就你每个月给他两百多块钱 让他给你解答问题 教你学框架 带你做项目 你觉得别人会不会愿意 但是你来找我们 我们会愿意 因为我们本身是做这个服务的 而且你自学的过程中 你看书像那种无聊的话 我觉得其实没必要浪费时间 跟着老师学 你只要躺就行了 然后这个同学 请师兄帮忙 在工作中 在工作中没人会帮你 除非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些朋友 但非常非常好 他也可能不会帮你 为什么 因为他自己也要工作 你想一下 工作公司是让你去干嘛的 他是让你工作的 他不是让你去学东西的 以及不是去给你帮忙的 他是让你去给他工作 帮他去赚钱的 所以要想清楚这个问题 为什么现在工资 他们愿意开那么高 以及不要那些新手 动不动紧定经验 动不动紧定经验 但是这种的话 紧定经验 你想一下 他要的 其实要你的一个项目经验 要你的一个能力 要你替他去进行一个赚钱 感觉学费太贵了 感觉学费太贵 我觉得你可以好好想一下 其实我觉得你 你为什么会觉得学费太贵 你可以想一个问题 其实说吧 我觉得来这里 其实都会觉得这个学费贵 其实 为什么 因为想免费学嘛 其实很正常 这是很正常的一个事 能不花钱的是不花钱就好了 但是你想一下 如果你不花钱的话 不花钱 你只能学得很慢 已经没人去帮助你 但是你 你每个月200多块钱 就有人帮助你 而且我们这个学费 你可以对比一下 同行业的其他机构 或者是线下的一些平台 其实我们这个价格 已经非常非常低了 我们单个一个什么都不会的 前段 换了几次工作 两万五 我们这个基础 就是我们是一个系统的学 系统的学 趴从系统趴从的话 是两个半月 两个半月 我们会学的一个内容的话 是我们的一个基础 加上我们的一些进 进阶 其实是Pathon高级的一些特性 Pathon高级特性 以及他内置的一些 库框架模块 以及包括我们的一个网络编程 多性成编程 以及我们的一些异部 包括我们那些装饰器 什么都会讲 这一块是一个核心重点 就是你对你们语言的一个理解 然后我们再是一个爬虫 其实我们爬虫也分为三个部分 一个像很多爬虫的话 你们抱着很多爬虫 它可能只有第一部分 通用爬虫 通用爬虫 这是很多机构都会去教的 但是我们后面还有一个框架爬虫 框架爬虫 我们总共有有八节课 就框架爬虫 像有有有些 有些去带你教的话 可能教两三 两三天就好了 我们八节课 16个课室 包括后面我们还 包括后面我们还有一个反反爬 反反爬提升 反反爬提升 像我们整个课程 其实这个课程看起来 整个大纲 其实是非常多的一些内容 因为我们的一个爬虫课程 就是因为东西多嘛 学的东西本身就要多 所以我们设计的一些内容是很多 像整个课程 大部分都在讲爬虫的一些东西 像这些爬虫 包括你的一些印证码 协程 这些高级的一些东西的一个使用 像你学会这一个课程的话 爬虫课程 只要你把它给吃透的话 找个一万多的一个工资的工作 我觉得轻轻松松 别的机构的话 别人有有那种 可能每个公司的一些理念都不一样吧 像我们这种想去学的话 因为我们很多学员都是那种学生什么的 像很多学生的话 他们本身就本身确实是想学东西 像如果我们就把学费弄得很高的话 我们这个课程其实如果想 如果你去看 你可以对比一下其他的一些机构 像后面的一些东西 他们都没教 我们课程的一个难度 其实难度是比较高的 以及它涉及的一些知识 以及是比较深的 并不是说那种应付你教一下就好了 以及我们还有这种基础 像这种基础的话 我们也是重点去讲它的一些高级特性的 像我们这些类模块 面向对象 像我们还会做这种飞机大战 其实这个的话 涉及到我们面向对象的一些 本质的一些原理 就你学会了这个课程之后 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就你遇到任何一个爬虫 原来嘛 你都能看懂它是写什么 以及能去改它的一些东西 这种才是你想要的一个学习东西 以及包括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 我会经常带你们去看一些圆码 这个课程的话 是我去教你们的 像这些圆码 我也会带你们去看 因为圆码里面 才是你真正会去学的一些东西 像我们课程里面 也会去带你去看这个 Scribe的一个圆码 像我们这个Scribe的一个圆码 也会带你去进行一个阅读 因为你阅读这种圆码 你才能提升你自己的一个能力 才能去找到一个好的一个工作 这是关于我们整个课程的一个东西吧 整个课程自学下来的话 你没够一两年 你基本学不会 然后后面的是很深 可能有些同学说 我可能花了就大概就有人帮助 然后有人告诉自己去学的话 你们大概的话 估计也只能学哪些东西 估计也只能学这些东西 就把我们一些类名相对象学了 然后这一部分 你把这一部分给学了 其实后面的一些东西 你都学不到了 其实很多的人的一个爬虫的话 就停留在这种阶段 当然这种阶段 但是没有什么核心竞争力的 像是这一些 像可以看一下吧 这些东西是我们的一个神力流 然后这种 这种处理的话 估计也有很多同学不会 如果你想去找这种高薪工作的话 你掌握一些皮毛 是够吗 我觉得肯定是不够的